这种生理的疲劳要应对 心里的疲劳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就运动员前所未见的长训练 当然对于教练来说也是心里的巨大疲劳 所以怎么办 这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有时候我们会让他们打篮球 就幻象嘛 踢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游泳 全来 就只能用这个来调整吧 确实这个非常难 今天的幻象调整 姑娘们从排球馆走向了绿音场 来 姑娘吧 林立 小宇 小彤 牛逼 天甲 小云 小梅 曾 我 你们分开组 好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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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制 跳 跳 这 跳 跳 跳 这样难得的场景 让主教练郎平也赶紧拿出手机记录了下来 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挺厉害 挺有才的 太有意思了 因为以很多东西啊 球场上看不到 那下面比如说我们自己搞一些综艺活动 哎呦那他们太乐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年轻人真的很聪明 也让您看到了以往可能没有看到那些面 对 是的 而且他们下来就玩这些游戏也特别那个争强好胜的 因为游戏嘛就是就是开心就好 不过他们也得争什么谁打得快啊 谁得分多啊 反正就是那种运动员的性格啊 我觉得挺好 您就觉得这气氛可能是能够让女排在这样的一个简单重复的训练周期还能够保持一种很好的状态的原因吧 我觉得节奏特别重要 嗯不能永远是一个节奏 这人就睡着了 我觉得心理上还是尽量做好他们的工作 当然运动员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出来 我们都是比较理解的 尤其一些老队员可能再坚持一年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 这方面会不会很困难 非常困难 对 尽量吧 尽量调整 反正你心中有目标的话 就大家就要坚持 今天训练的游戏环节 队员们按照年龄集结分组 两个队隔网征球 以准确打中标杆数最多的队伍获胜 输的一组接受小惩罚 分开 快速 等等 快速 快速 打包打网带不惯 四 十 十 十 可以 可以走过来 躺地上 一绿 躺地上 对 躺地上 这都是长真 有哪儿 不是 踏蹲打榴踏蹲 好 对 坐坐坐 在躺地传球的这个小惩罚环节 31岁的曾春美显得不太得劲